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念佛不得力 现在跟着我的人很多 有跟二三十年 对我说的是不是百分之百理解 百分之百相信去做呢 和各位说的一个都没有 教你放下 他偏偏不放下 这些都在日常生活中 佛教我们放下 一起执着 你念佛的功夫就得力 你现在念佛 为什么不得力 你又执着 有执着的人很难脱离六道轮回 十法界医正庄严 就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变现出来的 所以你没有执着 对一切法都不执着 执着的念头断了六道就没有了 你就超越六道 所以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事一切物 不要执着 我们念佛就能得功夫成片 就能得一心不乱 那种一心不乱功夫浅不是好心 但是往生又把握 生凡性同居兔 如果再进一步 能将分别亦断 分别亦断 你就往生十步庄严 妄想是什么 起心动念 这些最难断的 它叫无名烦恼 你会起心动念 你六根接了六尘境界 会起心动念 不要断 从起心动念就生分别 从分别就生执着 所以执着是最重的烦恼 最粗的烦恼 粗重 念佛功夫不用问人 问自己 我的妄想分别执着 是否一年比一年淡薄 你一年比一年淡 你就有进步 如果执着 今年和去年还是一样 甚至比去年更增长 那就没有指望了 只有同阿弥陀佛结果善缘 阿娜耶诗里头 种过金刚种子 这一生不会成熟 第一点一定要知道 这就说明我们念佛 为什么不会得一心 为什么不会功夫成片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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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